你不想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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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姐 算了 他们又没结婚 我为什么要算 这次大概去多久 有事给我打电话 别麻烦阿姨 有特殊的事情 我中间赶回来 嗯 知道了 回去吧 嗯 臣在北京 真的没法 吓 吓 媳妇 我 快和你 你 好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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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电话在响 没睡着啊 你怎么在这啊 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 我都不知道你是睡着了 还是昏过去了 明天去医院 答应你 晚上去看奶奶吗 我打电话 许天 你今天能睡在这儿吗 我睡客厅 你睡床 我睡客厅吧 打吧 明天下午两点 到虹桥机场 托运了很多东西 一个人难不动 来接我 奶奶睡了吗 真的要去外摊啊 行 那我明天上午过来 有点累 挂了啊 爸爸 到底明天下午到 我会跟她说清楚的 你不用管 照常上班 下班的去陪奶奶 我跟她说清楚之后再找你 陪你干病 我跟她说清楚之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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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本说的三十万 有十万是履欠的 不能用他的钱 所以里面是我个人的二十万 什么意思 本来我觉得理所当然 可是当赵子慧 把所有责任 都承担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不适自我 我知道以后 没什么机会再见面 赵子慧也不会再见我了 如果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我会良心不安的 你让他把钱拿着 最起码我会舒服一点 他跟我说明天正常上班 不是这样 不可能 你又耍什么花招啊 信不信由你 我以为他告诉你 你 VDH的工作比他生命还重要 他会为了你背黑锅 放弃自己前途 开什么玩笑 当然不是为了我 应该是为了你吧 我 你犯了事 本来应该被立案刑屈的 就是今天公司汶泽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你 事情的结果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呢 你呢 黑锅还背不背啊 不背了 什么都不背了 明天可以正常上班啊 嗯 真的 真的 我马上就要去总部 输职面临处罚 我没别的意思 我看你让他拿着 卡你让他拿着 否则我都不知道怎么平息我自己 你多大 四十一 怎么了 四十一岁 那我得叫你叔叔 我 紫慧原本是为了自己 你们之间的事情 我不能干涉太多 现在他丢的工作是为了我 谢谢你让我知道 今后怎么对他 那跟你没关系 还有叔叔 我不缺钱 紫慧跟着我也不会缺钱的 你都多大岁数了 又是平息又是良心的 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啊 一人做事一人当 做错的事情不敢当 算是个人嘛 还找良心呢 是人才有良心 是人才有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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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错的事 他也会 做错的事 他也很想 是人才有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上上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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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